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12个毫克每分声 48到72小时超过16个毫克每分声 我们认为是需要干预的 当然也要结合孩子是足月儿还是早产儿 有不同的干预的标准 快是指打红素上升的速度快 每24小时打红素上升的速度超过了5个毫克每分声 长 什么是长就指的是黄胆持续的时间长 胜利性黄胆呢在十天到两周以后呢就已经消退了 而病理性黄胆呢两周还不消退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黄胆 就是这个孩子肉眼可见呢 他的这个黄不是橘黄 皮肤的颜色呢是暗黄 阴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暗黄呢 是血里的结合打红素升高 那么血里的结合打红素升高 往往意味着这个孩子呢 有肝脏的疾病或者是胆道的疾病 那么往往